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电影的故事 但是谈的不是电影本身 而是电影该如何行销到你我的生活当中 最近有这么一部电影 不管是在票房或者是它的原著小说 连续三年在书店的排行榜上 都是名列前茅 或许您已经知道我在讲的是哪一部 温馨小品了 来自日本东野归吾这位推理小说家的作品 那么讲的是有一家杂货店 它除了卖日常用品之外 它也可以让你写信到它的信箱里面 去消贩解忧 之后这个店主人就会回信给你 在这中间有一些短篇章串连而成 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要介绍这部电影 而是因为这本小说跟这部电影所衍生到 真实生活当中的公益活动 我们刚提到了这是爱跟善的循环 那么爱跟善是电影本身的剧情跟内容 它应该要如何的被放置到现实的生活当中 而且巧妙的跟时下所流行的电影手法结合在一起呢 今天在现场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谈这个问题 其中一位呢当然就是片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片商的代表企划经理Flora 大家好 清凌姐好 董博哥好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我的老同事 资深的电影记者 郑伟博 清凌姐好 哈喽 Flora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讲到了这部电影 因为现在还在上映当中 我们不能一直提它的片名 不然会有这个我们在帮它宣传之嫌 但其实不需要我们的宣传 它目前的票房成绩已经上映三周了 也是非常的亮眼 那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是因为我文艺中接到了贵宫四季来的一本小说 请我们在空拍页当中写一句鼓励的话 然后再签上自己的大名寄回去之后 你们将会把小说捐给御用院的院头 这等于是一个跨领域的行销 把商业的电影跟公益的活动结合在一起 当然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是送御用院 因为在小说里面在电影当中 除了杂货店之外 御用院是连结里面所有故事主人翁 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在 一个灵魂的场景 对 但是当它跨到公益的领域当中 这个不免在行销上需要一些创意 而且需要更多的成本 不知道你们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其实当初对我们来说 日本电影我们得到的素材其实是非常有限 那在我们看完这些电影之后 我们要从里面找到一些可以切入行销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到说 御用院是一个很不错的点子 所以在御用院这个点子 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发想出来之后 我们就有想说 它是一个小说改编的电影 所以我们就想 那这样我们如果用小说 把它邀请社会上的一些名人 然后艺人能够帮我们写几篇 写一些字 然后送到御用院里面 可能这种感觉会更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发想是这样 当然讲到了行销 它不免还是要回到所谓行销学的原理当中 我们就回到研究所这个像是 很多人在讲行销课的时候 会有很重要的swat 其实在电影里面也有所谓的行销的四批 当然产品的本身很重要 通路价格还有这个推广 本身都是非常重要的 只是正如两位刚刚说的 因为时代不同了 再加上现在的载具跟通路都不一样了 在更多元化的今天 我们要怎么样利用有限的预算 去做更好的电影行销 好 以活络我们的这一块电影市场呢 据我所知 似乎解忧杂货店跟御用院的结合 已经不是你们第一次跟公益的结合了 对 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跟公益的结合 我们之前其实自制电影 我们有拍了一部《只要我长大》 那这个是有关于原住民小朋友的故事 那我们是非常关注于偏乡小朋友教育 原住民小朋友教育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拍摄了这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在去年的台北电影节 也得到了百万首奖 对 那在之前我们也有一部《幸运是我》 它是跟施智正老人 有相关的一个故事情节 所以我们也跟施智正老人协会有一些合作 但是因为跟公益的合作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你看得到它的商业效益吗 老实说其实是看不太到的啦 对 可是这些毕竟 毕竟我们并不是真的是为了商业效益 来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温暖的电影 我们还是会 毕竟是比较小众啦 我觉得我要说明一下 他们这间公司是相对温暖 不是决然的商业操作的一个公司 所以可不是大家都这么温暖 对 不见得那么温暖 但是说好像你看到在育幼院 或者关怀老人 并不是老人长辈们 不见得每个人会掏钱去电影院 对 可是他出来的这个效应 你可能会有口碑传播 你会有社群传播 甚至是如果你找一些名人 或者跟电影的这个剧情挂钩的 一些议题创造出来 还是有可能在媒体上面曝光 对 我觉得这是可能有不同的层次的操作 所以要求的并不是那么直接的 而是有一些间接的曝光效果 不过我想延续刚才韦伯刚刚提到的 以现在的电影行销手法来说 像你刚刚提到了 名人代言其实从过去到现在都有 海报从过去到现在都有 更新的还有什么呢 例如说你刚刚讲的口碑行销 现在流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 在国外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借进的 我觉得独立片商跟就是六大的这种片商 有截然不同 我刚刚说过大片商 它可能资金很充裕 可是其实他们有一些 就是总公司的这个规则 你必须要去follow 可是相较之下独立片商 它虽然可能资金上面没有那么的充裕 但他们可以玩的就很多了 那而且在这个我觉得社群的这个媒体上面 他们怎么样去操作 你说当然我看所有的这个电影的预算表 你可能很基本的 你这个电视啊 户外啊捷运车厢这些的都是要列 可是在这两年你会看到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就是网际网路的这个就是预算的这个占比越来越高 对那占比越来越高 其实又从以前的好像是所谓的入口网站 可能是什么雅虎啊 就这以前的还有什么番薯腾 这么多这么多的 就只是下这个banner改变了 因为从这个进入到2.0 3.0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他们要怎么样去经营Facebook 然后大家现在最常讲的网红 那怎么透过这个病毒式行销 病毒式的这个影音 然后去传播到更多 这个触及到更多的消费者 这有很多 我觉得它变化太快 的确还要在地化 对 你在地化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是考验他们的智慧 对因为每一个国家 他的这个就是民情跟实用者都不一样 那怎么样能够就是 接到地气 然后让台湾的他们的潜在的TA 能够有所共鸣 这都考验着他们的智慧 对的确我们发现了 这不只是片商在行销的时候 这年电影公司本身在拍片的时候 哪怕是一部动画片 像最近可能大家有看到的 一部皮克斯的动画 它里面要讲小朋友不喜欢吃青菜 美国版的青菜用的是花椰菜 因为他们不喜欢吃花椰菜 但后来到了日本 同样的一盘青菜 他们画的内容却变成了青椒 对 像那个大家如果看到蜡笔小星 蜡笔小星非常讨厌屁嘛 就是青椒 对每一个国家的小朋友 他可能讨厌的青菜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同样的这一部电影 光是青菜这边 他就要做出不同的版本 爸爸在想着运动赛事 可能在美国版想到的是曲棍球场 可是来到了日本或其他的国家 就变成更普及性的足球 因为可能踢足球的人口 比曲棍球还要更多 就是在地化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 如果以解油杂货电 跟工艺的结合 或是您刚刚提到的 跟失智老人 还是跟原住民等等 一些社会上相对比较弱势的 一个团体 把剧情延伸去扣连到 他们的生活当中 它就形成了一种跨领域 还有就是韦伯刚所说的 关于网络的社群 怎么做病毒式的扩散 那么有一段短片 我们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看了之后 短短十几秒 让我蓬富大笑了很久 你很难想象 我们的网红蔡阿嘎 要怎么样跟韩战里面的天王 郭富城结合在一起 而且很有chemistry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几乎重现了韩战里面 非常重要的经典场景跟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真的觉得既好笑 又很颠覆了这个郭富城 在过去的形象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 我们都知道 现在要充分地利用社群 充分地利用网络 甚至于是个网红的结合 可是这个大明星本身 他为什么会愿意 我想请教一下 那片商当初 在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发想的时候 需要去克服些什么吗 其实那时候 我们也传了蛮多 那个蔡阿嘎的影片 给郭富城他们先看过 对 还好他没有看的时候 说我拒绝 对 后续的一些沟通 当然也是很需要的 所以其实 因为那时候 蔡阿嘎算是 非常红的网红 到现在还是 对 对 对 在那个时候 其实网红还没有 现在这么多的时候 其实他算是非常翘楚的 然后他的点阅率 也非常的高 对 所以那时候 我们才会有一个这样 初步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会很有趣 然后想说 跟他们一起合作 这样子 没想到效果非常的好 对 重点是 我觉得郭富城非常的配合 他非常配合 对 那时候他非常的配合 我相信他们的前期的沟通 应该是 来来回归 必须要很充满了一段时间 然后其实这些年来 大明星 经纪人 他们都理解到 这个宣传的趋势 然后互联网的 不可逆的优势 所以说他们可以理解 那当然就是说 他可能先理解了蔡阿嘎 跟这个笑点 对 然后可能天王自己心中的喜剧因子也被诱发了 对对对 所以说就可以玩去 可以拿着吹风机 真的好可爱 对对对 而且他们的这个普达选 就是他这个制作 我觉得还蛮精凉的 是啊 对就不是那种家里 只是随随便便剪出来 我觉得他是有那个还有配乐 对对 然后很满图 我的tempo也很好 那其实我也想分享就是 包括在好莱坞的大明星们 不管是在海外 就是他们做这个 就是首映会的红毯 或者甚至他们来到台湾 你会发现以前好像就是 电视台的记者在红毯的两边 堵麦 对不对 可是现在不只是这样 网红们都可以走上那个红毯 跟记者在同一区 他可能记者会有TV的一区 但是他都在那一排 可能就会有网红区 那这个网红区 他也可以就直接进行interview 所以随时把那些大明星 叫过来跟他做互动 对 然后其实像修杰克曼 Tom Cruise 他们这几次来台湾 已经真的就是这样 这样做了 而且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 前面都是美美的电视台 文字女记者们 到后面的网红 他们就会有各自的这个造型 对不同的特色 对 然后甚至有人戴面具的啊 然后就是会跟前面的那个氛围 会很不一样 然后问问题的tempo跟角度 也会很不一样 我觉得或许对于明星来讲 他长久习惯于 可能记者的这个发问的模式之后 现在另外给他的另外一种 我觉得吸干火花 或者是一种调剂 我觉得都有可能 而且我要讲的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你网红 你能够站在那边 你的收视率 你的点击率 你的影响力 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 为什么他能够站在这边 你们都会去做一个把关 所以我们说明星们不接受 恐怕也得要接受 因为他的心态上 也必须是要 逾时俱进的 当然韦伯讲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现在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它的发展 当然它可以使得 你的宣传跟行销 更加的多样化 但是连带的 我们从比较负面 对传统的变商来说 也影响到他的票房 因为有太多人 他可以不必要进戏院 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 盗版很猖獗 或者是我在OTT平台 我也可以看到 不同的影片的一个分享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使得 发行更加的困难呢 我想先讲一个 就是网红这件事情 我要教育大家的就是 我相信片商 都会非常欢迎网红 去做一些有真面效益 行销效益 因为毕竟是在帮我做最传 对 但是请你们用的素材 是要合法的 不要去当务下载 盗版非法的 然后再跟我讲说 是二次创作 我觉得你在根源上面 你就已经是错误了 是 这之前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 所以说我觉得 我是比较 我不算正义模仁 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 一个观念 但是很多的年轻的网友 他们获取这个观念 这个意识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你跟片商 跟行销部说 然后我要做一个 怎么样的沟通一下 取得他的合法的授权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一个win-win 是双赢的